各路的保险业务人员在宣传指数型万能受险的时候 最喜欢浓墨仲裁去描述的一笔就是指数理财 他只赚不赔 尤其是成千上万的所谓多层次保险直销组织里的人员 甚至把这一个指数型万能受险里面的保底所谓功能 跟保本无风险划上了等号 说投资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肯定会赔的 只有投这个一定不赔稳赚 然后客户明明可能还想做一些其他形式的资产配置 被这些人讲的非得说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投指数型万能受险 还跟客人讲说你投别的东西 我现在叫你投这个是把你从火坑里往外拉 是救你于水火之中 那这些夸张的讲法到底对不对 有没有根据呢 这个指数型万能受险是不是真的能保底所立 它又是怎么保底怎么所立的呢 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解析 我们首先对于这个指数型万能受险的宣传里面 说的这个保底所立的观念 进行一点简单的分析 保底所立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观念 一个是保底一个是所立 保底是怎么保的呢 其实很简单 前面咱们讲过了 这个指数型万能受险 它的收益的计算公式实际上是虚拟的 在现实里并不存在 所以它肯定跟现实是脱节的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保底所立 那这个指数股指市场它本身波动是很大的 有涨有跌怎么可能保底呢 那就是因为咱们前面节目讲到的 这个指数型万能受险的计算公式本身就是保险公司自己凭空定的一套游戏规则 它不是现实存在的 当然了这个规则定出来了 保险公司必须要遵守 所以您不用担心它会乱改 但是呢 这个 因为是它自己定的规则 所以它可以定出一个所谓保底的规则 就是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下有封底 下有封底意思就是说 今天参照的股指不管跌成什么样 它最差最差的结果在这个计算公式里就是0 没有负增长 OK 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您参照的股指不管是跌5% 还是跌5%在这个指数型万能受险的收益计算公式里是一样的效果都是0 那锁利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锁利呢是基于保底的这一个基础上 因为呢你不会有负增长 最差最差就是0 所以呢参照这个股票指数的计算公式里面呢 永远只会有两个结果 或者说两个可能性 一个呢就是您的这个今年这个账户里的价值涨了 另外一个就是没变是平的是0 所以呢不会有负增长 这就是所谓保底锁利的基本意义 那这个保底锁利跟保本是不是一样呢 这个呢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析 但是首先呢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下 保底锁利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很重要 是因为任何懂投资的人都明白 尤其是如果您经常做金融类的投资 最怕的就是有负增长 OK 负增长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举个例子来讲 您的账户价值今天跌了50% 明天呢需要涨百分之百才能平仓 或者说回本 这是百分比跟实际金额之间的区别 那所以呢有这个保底锁利 确实是对于风险大大的减低 因为呢这个不会有负增长 不会跌 您不会担心说呢 您长期积累出来的这个收益 因为一夜或者说一个短时间内的暴跌一下都没有了 就好像这个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一样 很多人的这个401K退休基金存了20年了啊 每年都是稳固的有收益 结果呢经历一次暴跌里面50%以上的价值都没有了 那所以这个有保底或者说有跌停呢还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保底锁利这个观念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探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指数型万能受险的保底锁利到底是不是等同于保本 那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保本的定义是什么 那在指数型万能受险里面呢 确实不太好定义什么叫保本 因为呢跟这个您做其他的投资呢有点不太一样 比如说呢您投基金的产品 您放一万块钱进去 这是您的本钱 所谓保本呢就是至少将来出来也还得是一万块钱 没有少这叫保本 指数型万能受险呢不太一样 因为它毕竟是指数和万能受险两个东西结合起来 所以呢市场上会有很多的混淆 包括说保底锁利等同于保本 就是因为呢大家忽略掉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深雇理赔金的问题 那这个现金价值账户和深雇理赔金之间 实际上在成本架构上是有关联的 那所以呢这个我的定义呢 大概是两种取决因的要求高低 比较低的保本定义呢是说 我交了这些保费之后 不管这个现金价值账户的收益如何 至少这张保单要一直有效 最终这个深雇理赔金至少赔出来 我这个保险也没有白买 可能性价比差一些而已 如果您的要求再高一点的话呢 那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 除了保单要一直有效 我还要求这个现金价值账户的总额 不能够少于我父亲去保费的总额 所以任何的时候如果我要退保的话 至少我还可以全身而出 那这个呢看您用哪一种定义 但是无论用这两种哪一种的定义 指数性万能受险都不是保本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指数性万能受险的合同里 您也不会找到任何一个关于保本的条款 那这听到这里您可能已经非常非常晕了 前面刚刚五分钟前咱们刚刚讲过说 指数性万能受险的这个计算公式 确实是保底所利 怎么我这里又说不是保本的呢 那这里呢您就要注意我用词的严谨度 我刚刚讲保底所利这个观念的时候呢 强调的是指数性万能受险在计算收益的时候 这个计算公式里面的这个概念是保底所利 我并没有说指数性万能受险整张保单都是保底所利的 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指数性万能受险的构成结构 您就明白为什么虽然它的这个收益计算是保底所利的 但是整张保单却不一定是保本的 那指数性万能受险呢大概有三个主要的结构 一个呢是指数理财的计算账户啊 这个账户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一个计算公式而已 那在这个账户里面呢确实是保底所利 只会涨不会跌 第二个构成的这个结构呢 就是它的现金价值或者说叫账户价值的这个金额 现金价值和账户价值还不完全一样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不就不细讲这两者之间细微的区别 但是呢不管是现金价值还是账户价值 这里面您要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它是有进有出的 什么叫有进有出的呢 就是每年有新的收益 根据刚刚咱们说的第一个构成部分 指数理财的这个计算公式 有新的收益进到现金价值或者账户价值的这个账户里面来 但是同时呢每年实际上也有一些成本的支出 这个是被大家忽略掉的 这个成本的支出呢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呢是每年维护这一个深雇理赔金的这个受险成本 那这个成本呢实际上是逐年增加的 所以呢每年这个成本会从你的现金价值或账户价值里扣除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您开始变现了以后 特别是按照咱们前面节目讲过的最常见的变现方式 是逐年借贷这样的一种变现方式 那借贷就有利息 咱们前面也讲过利息的高低不同的问题 那所以呢每年的这个现金价值和账户价值里面呢 实际上是有受险成本和借贷的利息 共同的支出 然后呢有新的收益的进来 因为呢这个有进有出 所以每年的不一定进的一定会比出的高 或者说进的一定会比出的多 所以有可能涨也有可能跌 然后两个可能性都有 第三个构成部分呢就是这一个深雇理赔金的部分 这个很关键是因为呢很多时候大家太关注于这个指数理财的部分 忘了这个深雇理赔金保险公司可不是白送给您的 它每年实际上在背后都是有扣除保险成本的 那这个保险成本的每年还不一样 是由着您的年龄的增长 还逐步递增的 因为呢对于保险公司来讲 每年这个赔出深雇理赔金呢实际上代表着它每年的风险 那自然一个人30岁的时候 如果身体健康不出意外 这个深雇 换句话说保险公司会要赔这个钱的概率 要远远小于一个70岁的人 所以呢当您刚刚开始买这种产品的时候呢 您每年扣除的这个深雇理赔金的保险成本其实不高 但是随着您的年龄增加 特别是到了六十五七十以后 它是飞速的增长 所以呢这个增长的速度 往往可能会快于那个新的收益进来的速度 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一些内部的涨跌问题 因为是这样呢 所以呢这个保单能够维护的有效时间的长短 取决于现金价值和账户价值 如果说将来到年龄大了以后 这一个账户里面的这个啊 每年出去的成本 远远多于新进的收益的话 那它会反吃您的这个现金价值和账户价值 吃到有一种情况比较极端的情况 可能会把这个价值吃没了 吃没了如果您不再补交保费的话 这个保单可能会作废或者说失效 经过今天的分析呢 希望您现在对于这个指数型万能受险的 保底锁利的功能有了更深的了解 那保底锁利呢确实是存在的 那只是说在它的计算公式里有这样一个功能 因为有这个功能确实让指数型万能受险的风险呢 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经过刚刚的分析 您就明白这不等于保本 因为确实在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如果后期您年龄大了以后 这个受险成本急速增加 再加上如果您同时还要每年的这个逐年借贷往外套现的话 这个利息成本和受险成本加在一起 侵蚀您的原本存出来的现金价值账户太快的话 理论上是有可能会出现赔本的可能性 当然我只是强调这是理论上 合同上并没有承诺是保本 我就不敢说是保本 但是呢理论上存在的现象呢 不一定现实一定会发生 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产生了下一个问题 在您购置指数型万能受险的时候呢 您有什么措施可以采取 能够最大程度减低这种理论上存在的风险 在现实里发生的几率 请看下集指数策略的优劣之分